那我也覺得他們非常的有創意 所以都會提供一些點子 像剛剛有介紹這個活動什麼 七夕景點什麼 竹筒傳奇 那都是他們想出來的 那我覺得只是他們對在地非常的有解 就是提供一些點子 然後我們只是在幫他做一個包裝或造化 就可以達到更好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但是這樣的方式其實也會更花時間 或是更就是會 就是要稍稍多花一點心力 那但是達到共識去推動 我覺得效果會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 好啦 大家早早講這麼多 接下來就是一些比較有作騰的時間 那相信大家應該也會有一些意見的回饋 那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就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回應 那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現場交給我們所有的學員 那歡迎現在有對我們這些 以上四個問題的有些想法的學員 或是有些經驗想跟我們分享 可以在這裡可以提出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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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台北縣政府的長官 還有鄉公所 還有我們的王經理 還有顧問 還有各位我們同學 可以講同學 我們剛剛也說到這個平溪鄉 那個導遊北的導遊 也學習到蠻多的 感受蠻深刻的 其實平溪跟我們內灣是非常相近的 也有小火車 還有零礦業 我們是以零礦業為主 那我們平溪也有礦業 那有小火車 其實這個環境是很相近的 只是我們內灣成長的 那個比較快勢的一點 就是說人潮啊各方面 天時地利 來得比較優勢 先天了見比較好 可以這麼講 那其實平行這個地方 就是說商圈可能比較散一點 那我是建議說鄉公所這邊 憲政府這邊可能停車 交通這方面 然後還有公測這方面 可能剛剛我們走了一段 好像比較找不到說公測的地方 這個也是我們內灣過來 一路走來的一些經驗 就是說人潮多的時候 你可能交通了這個平景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停車的問題 我們的考量 然後遊客他一來到另外 他一來到一個商區 那你也想要那個 就是說想要上廁所啊 那是不是可以滿足我們的顧客這樣子 這方面我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比較好奇的地方就是說 請教我們的那個理事長 你們的組織 這樣三個地方你們要怎麼整合 就是說你們開會的時候 是怎麼樣扣他們一起來 就是說來參與這個 因為我們也是 品牌上去也是跟北谷啦 堅持啦 而美四個地方 四個點來竄起來 那我們就是說要產生共識 產生這個就是說行銷這方面要加強的話 那你們是我們想要知道 是怎麼來學習的地方 還有就是說你們辦活動的時候 有在辦一個組織什麼DIY啦 組織是不是這邊 我們其實我們內灣那邊 堅持也很多組織 你們組織DIY是不是有透過什麼組織 或是你們團體協會啊 來做這一方面的事情 如果像我們內灣人照這麼多 就已經神力做了下架就好 那還有什麼時間去 可以做DIY這一方面 然後還有天燈也是 各方面這個意向都做得非常的好 這個放天燈鞋的時候 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就是說每個地方都固執的 意向都做出來 做非常的成功 這個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還有我們導遊背 導覽的地方 導覽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導覽這方面就是說 一個地方要成長要永續經營 導覽一定要做得非常好 那牛客來到這邊 他不會走馬看花 他是很資訊之旅 走得很深入 來了又想再來 這個才是最成功的 所以這個導遊這方面 導遊背也是做得相當的成功 也是值得我們內外 值得我們在座的同學 有些也是要學習的地方 這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簡單說到這裡 還有還有一點 就是我們想問黃金妮 就是說我們想要這個 剛剛我們有講到說 是示範店 我們內外也想要做示範店 做一個模範 就是影響其他的店家來做這個 這個是我最重要 叫我剛剛換黃金妮 這個有沒有什麼條件 就是說他先決條件 或者是說他改變前跟改變後 有什麼想要 就是說一個規範 或者是一個規則 就讓我們來一區的 我們內外也想要做這方面 想請教黃金給我們一個答案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內外的 內外長選的朋友們 就是 就我們 這個運動 這些細節 包括我們前前提事長 跟我們一個 回應 好不好 其實 我們提醒 提醒是分三個情況 我們的運作是這樣 剛開始在聯運會的時候 每個七塊 就有一個副會長 然後全個商圈 有一個總會長 也就是說 平溪地區有一個副會長 十分地區有 青銅地區也有 所以 那個副會長 就是在那一個商圈 他們自己有 基本的一種 比如說開會 或是討論事情 就是這樣 對